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拥有丰盛的生命 有一部以写实的手法 描述耶稣生平世纪的电影 叫做《上帝之子》 电影里从童贞女玛利亚 在伯利恒生下耶稣开始 一直到经过了三十年 耶稣长大成人 到处去讲道行神迹歧视等等 电影中重现了当时 罗马政府对犹太人苛刻的统治 耶稣的出现 让他们以为救世主终于出现了 但却让当时的宗教领袖 视耶稣为眼中钉 最后耶稣遭到他门徒出卖 被罗马兵钉逮捕 判处死刑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 正当所有的人 为耶稣的死感到悲痛 甚至对未来感到惶恐的时候 而正如耶稣生前所说的 他必在死后三天复活 耶稣亲自站在门徒中间 向门徒显现 这不但证明了耶稣的复活 是许多人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亲身经历的事实 也证明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证明十字架的救赎 证明耶稣是人类生命的主和救主 亲爱的朋友 复活当然不是人 戏为常的经验 门徒明明就看到了耶稣被定 然后死了埋葬了 然而故事如果到这里就结束 真是让人感到绝望无能为力 好消息是耶稣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兼顾了门徒的信心 也给他们将来面对困难挑战的盼望 更使得圣经里耶稣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了力量 有了意义 譬如耶稣说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意思是这个世界会让我们感到失望 许多无法掌握的事情 常会是我们觉得生命被掏空 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 却是要把一个从神而来的盼望力量 带给我们 耶稣的复活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那些让你已经感到绝望的 不可能更好的 因为耶稣的复活都有了新的可能 你的家庭关系可以得到修复 破碎的婚姻可以重新建立 你的身体可以得到健康 你的经济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 耶稣的复活 让人有了对永恒生命的期待 宣告了人从此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人不需要再用苦修 积功德或靠好行为来 试图换取平安 因为耶稣大过这一切 有了耶稣你就有平安 有了耶稣你就有永恒的未来 亲爱的朋友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 但愿耶稣复活的大能 临到你的生命中 那你可以领受真正的平安 拥有生命的自由和盼望 尽力上帝丰盛的慈爱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面亡 反得永生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